印度北部遭遇热浪及洪水的冷热夹击 哈里亚纳邦的古尔冈市 昨天出现季风季节的第一场降雨 不料一雨成灾 北方邦的巴利亚市近来气温飙升到接近摄氏45度 加上严重的电力危机 导致病患挤满了医院 火葬场的遗体也翻了一倍 印度气象部门在上个星期 针对北方邦等地区 发布极端高温的红色警报 根据巴利亚市一名印度教神职员员 恒河附近的火葬场已经爆满 印度时报星期一报道 北方邦在过去几天至少54人死亡 当局正在调查死因是否和热浪有关 同一时间洪水淹没了古尔冈市 许多人涉水而过 交通也严重中断 居民批评地方当局没有采取措施 防止洪水泛滥 以务农为生的人民苦不堪言 更糟糕的情况是 印度气象局预测 当地接下来还会出现更多降雨 明镜需要您的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